在桃园市的沸沸已经接连逃窜14天了 市府农业局成立了抓沸战情室 23号开始已经展开地毯市日夜搜索 昨天沸沸有一度出现在新屋区 不过依旧是躲过了围捕 另外外界怀疑这个沸沸有可能是从六福村逃脱的 不过新竹县政府查核并没有发现明显可以逃逸的漏洞 现在将会要求原方在一周之内清点沸沸的数量回报 空拍机飞上天抓沸大队继续展开搜索沸沸任务 最后在新屋台66沿线及高铁沿线桥墩搜索 透过空拍机搭载热线上移 感应到发热物体就会有红色影像 能晒过屋顶它就是会 也是会比较深 如果说我们不确定这个是不是生物 用打点它会有问题 寒洞或者是在一些比较有树林 或者是一些果树的这个区块里面来做一些搜索 桃园沸沸横行街头 但就是还抓不到 白天有民众开车一路执行 先被吓破单 路边冲出一只沸沸 速度快到画面模糊 女乘客放声尖叫 驾驶险些撞上也赶紧刹车 就是这只东飞沸沸 已经在桃园平镇出没14天 怕怕燥 沸沸逃脱既持续上演 还玩起躲猫猫消失无踪 农业局为了捕捉 已经大规模搜索5000公顷 24号出现在新屋台66线游荡 捕捉团队仍然扑空 目前为止是没有看到这个沸沸的终极 逃脱沸沸从哪来众说纷云 新竹六福村也不断清点 但园里沸沸数量超多 不断奔跑跳跃 千年两次数量都不同 第三次想借空拍机清点 结果才起飞就疑似因为 风大坠机宣告失败 远方说暂时不考虑人力清点 将等星空拍机到手 再进行第四次清点 这派能确认数量 也派让大家忙到人羊马翻的沸沸 能尽快落网归案 记者桃园综合报道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税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